好 继续来看到台湾文旦用农产面临产销严重失衡 极端气候以及农业缺工的冲击 未来产业如何发展 农业部农粮署东区分署也辅导文旦肺源转座 以及品种更新计划 那么其中针对肺源转有机茶 从每公斤20到30万元不等的补助 来有效调解文旦产业结构 多数农民也认同 但却也建议农作应该以市地市众为优先考量 农能署东区分署为了解决台湾文旦又产销失衡 极端气候以及农业缺工等问题 积极推广肺源转座或品种更新补助计划调整产业结构 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文旦它的量 控制在一定的刚好的这个数量 所以今天我们办的这个说明会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在这个转座的过程 能够把这个茶叶的生产 拉入我们的思考的一个方向 藉由两个产业的肺源或者是转座到茶的这个过程里面 那当然它可能各位对这两个转座方案也许有听过 那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听那我们才确定 但是你的肺源转座之后它其实在接到我们茶叶的这一块 它其实也有一些证明可以协助各位的地方 持续推动槟榔以及文旦又肺源转座 陈吉春表示今年冬区规划100公顷的目标 此外今年也鼓励肺源转座平地基材茶园 薪值补助三年每公顷最高30万元 这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让农民转座高经济作物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文旦的面积适度的缩减 然后你把你的技术提升 那技术的提升一个就是人力的精简的使用 再来就是资产的有效跟技术的有效运用 那这一部分我想早收技术的一个推动 大家应该也都有一点感觉 那这边也要跟大家说讲清楚 大家早收技术是技术的部分是我们改良厂在负责没有问题 可是资产的来源跟经费的补助是从书里面来的 我们比较品质上你认为比较不OK 你比较难销售 销就是能够贩售 你比较难贩售的这个区块 我们来去做一个派出 这部分可能需要大家的帮忙 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其他的部分在内销的部分跟外销的部分 我们也会持续的再努力 我们希望说文丹药今年能够顺利的来销售 除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上级农政单位也积极辅导文丹药早收技术的推广 也相当受到在地幼农的配合 如今藉由肺原转做查的方式 多数农民认同有效调整文丹药产业结构 但也认为应该以市地市众为考量 应该是好 因为我觉得平地那边的文丹太多 因为很多新种的 然后品质又不是很好 然后趁这次的机会刚好可以转作掉一些 让原本那些老长的就会卖得比较好 至于当然因为现在以目前我们台湾的文丹的盛产的状况 当然是量真的太多了 但是假如说有市里的这个废源的话 或转做的话市里的这个市地市众的话 我认为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针 最起码对一些这个文丹自销的问题 会有很大的改善 台湾文丹药产业面临严重的产销问题 农粮署透过肺原转做 适当调节生产面积平衡国内市场供需 因应国内外市场日益增加的茶叶原料需求 也奖励补助农民转做茶等高经济作物 提高农产经济收入 也欢迎农民踊跃申请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道